看得出天宫的颜色吗 大会明白的 只是我头一次宽了 这些年早忘了自己是怎么爬上来的吧 处罚但是本宫念在你丧子之痛 如此愚笨之人 竟然还风回常在 常在这里惹人笑话吧 对我认可 没有人有资格登机做打琴的君王 敢笑 做真正的仇事 那你就是作品很多 就做了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就是用一些个硬纸板 然后绑一些蔬菜 做的这样的头饰 我要是去街里 要是有时候觉得 大自然做提供的这些东西挺好 就自己想 怎么给它上到头上去 然后我就猜一下 大自然那些花花朵朵 我就拿回家来 然后自己就用一些个铁丝 给它穿上 然后挖上 我就能做出一个头饰 而你妈既然虎毒不识子 你下不了手 我母妹娘就下不了手吗 就是都是突然的灵感的 也就是 这个鸡蛋壳的时候 我就想做 我就觉得 这个鸡蛋打完了之后 这个壳我不想掉 然后我就放在一边给它晒干 我就是想做这头饰 我这几天天天在炒鸡蛋 炒了四五天 二十多个鸡蛋 在别人的故事里 领悟人生 反正快乐也是一天 不快乐也是一天 因为我就觉得 抖音不是我一个人的 都是大家共同玩的嘛 我一个人开心 他们也想开心 只要是我会做 然后我就把我做的东西 然后正能量 我就发给他们 我是想边做菜边的视频 我是想这么去做 把我自己的这些手艺传到这些肉 大家能学着 就学一学 把各方面的才艺都展示出来 这样也不妨来到人世一回 是吧 你就得服侍着 别说有半句怨言 就是半个眼神不对 小心我戳下你的眼睛 后面就活着 你还打花线 你这样? 不,你这样就好 你会呆下你的眼睛 好,不用看 即使我 不然我相信你 在一个眼睛 是什么 取过,你这样就好 你来说